美国国防部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天已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通话 随后下令将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乔治亚号 部署到中东地区 并命令林肯号航母打击群 加速向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移动 国防部长奥斯汀重申 美国会采取所有行动协防以色列 鉴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增加了军事部署和战斗能力 以哈战争已经持续了近十个月 近日哈马斯头目哈尼亚和珍珠党高级指挥官舒克尔先后遇袭身亡 伊朗和珍珠党扬言报复 中东局势升级到最危险阶段 美、英、法、约旦等国已呼吁国民离开黎巴嫩 而美军公开宣布部署核潜艇也属罕见之举 为了缓解中东紧张局势 美国及盟友一直在努力推动以哈停火谈判 不过以色列情报界的最新评估认为 伊朗准备在几天内直接攻击以色列 这可能令周四的停火谈判受阻 而为了应对来自伊朗的可能攻击 以色列已经命令军队处在高度戒备状态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琴综合报道 irene 超对 去 确认 出品 作成